你说不是 就是 说不是 就是 你说不是 不是 李龙基这个糟老头子终于还是把玉环彻底征服了 现在只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就能将玉环拉入后宫做妃子了 为了让李龙基达成心愿 他的妹妹玉真公主提议在宫中设议做道观 叫玉环出家成为女道士为太后祈福 这样一来便摆脱了寿王妃的称呼 然后待时机成熟便可以将玉环光明正大的拉入后宫 在有了玉真公主的指点后 李龙基便立即让高丽氏去着手操办此事 当高丽氏找到玉环后先是拉了一番加长 随后便将李龙基的意思告诉玉环 什么 让我当女道士 玉环听完大惊失色这好端端的为啥让我去当道士 那 要我离开寿王府 是 离开寿王殿下 是 那为什么 为什么呀 名位太后 十位 陛下 玉环听完瞬间蒙圈了 她表示既然皇上喜欢我 为什么又要让我出家去当道士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高丽氏见玉环还是不懂其中意思 只能跟她打开天窗说亮话 委屈你见道观 入道去当女道士 这道观不见别处就在宫中 这样 你就可以除掉了寿王妃的名分 又离开了寿王 陛下和你 就可以往来 自由了 玉环听完这才恍然大悟 但她仍不愿意屈身于李隆基这个糟老头子 毕竟她是自己的公公 两人的身份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没了办法的玉环只能找到老公茂茂 希望她能出面去劝劝父皇 可李茂害怕自己也会被杀 变得也有些畏手畏脚举气不定 她是个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人 谁敢说个不字啊 你就不能面军抗旨吗 我 你是我丈夫 我俩是恩爱夫妻 茂茂虽然此时也很爱玉环 但让她为了玉环而丢掉性命她还是做不到的 在爱情和性命两者之间 她也只能无奈的选择保全自己 可玉环还是不想放弃这最后一丝希望 这下玉环明白了此事是再也没有转环的余点 万般无奈之下她也只好任命了 于是在次日朝堂上李茂亲自宣读了玉环出家修道的奏书 子儿臣 茂妃 杨氏玉环 以孝修身 愿为之一怀太后 献身祈福 恳请杜维女道士 入贯修道 这种荒唐是连底下的大臣们都忍不住议论纷纷 可端坐龙椅上的李隆基却丝毫不关心 随后李隆基便让高丽氏宣读了给玉环赐名为太真 明月起正式入宫修道的圣旨后便匆匆退朝了